国拼男单这两人被淘汰 0比3输球实在太窝囊 国拼是青赛冠军晋级 在北京时间绚烂的9月20日画卷上 国际拼联WTT之线赛哈尔姆斯塔德战的烽火正炽热燃烧 此战赛事 国拼小将们犹如初生朝阳 异议生辉 教练组的精心布局 让一群星星璀璨登场 是要在这片拼摊舞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此刻赛场正上演着通往荣耀殿堂的八强之声 然而风云突变 国拼男单阵营中 两位小将不幸折戟沉沙 仅以三席之姿 击身八强之列 这抹遗憾 如同秋日落叶 轻轻飘落 却引人深思 曾贝勋 这位国拼星星 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战场上 遭遇了匈牙利级神秘剑客 查巴安德拉斯 本是旗鼓相当的较量 却意外演变成了一边倒的战局 曾贝勋以4比11 7比11 6比11的悬殊比分 连失三成 最终以0比3的比分黯然离场 这场失利 犹如寒夜中的一抹冷雨 让人猝不及防 另一边 黄有正的征途同样坎坷 面对法国肖将埃尔文波特兰 他同样未能逃脱连败的魔咒 0比3的总比分 如同沉重的枷锁 束缚了他前进的脚步 至此 国拼男单两位星星 提前告别了冠军的角逐 留下的是无尽的叹息与反思 然而 逆境之中更显英雄本色 国拼世青赛冠军徐海东 在与意大利好手丹尼尔平托的较量中 犹如猛虎下山 以11比5 13比11的强势开局 瞬间点燃了全场的激情 尽管对手在第三局 以12比10弯强扳回一城 但徐海东并未因此动摇 他紧握球拍 如同紧握胜利的钥匙 最终以11比6锁定胜局 3比1的比分宣告了他的晋级 也为国拼男单保留了希望的火种 随后周凯与丹麦名将林德的较量 同样精彩分成 周凯以3比1的比分 立刻男单二号种子 而纸板高手薛飞则顺利晋级八强 与此同时 国际平坛的各路豪强也在纷纷绝利 德国猛将安德列贝特尔斯迈尔 势如破竹 三局连胜 世界冠军法尔克则历经五局苦战 方才惊险淘汰对手 挺进八强 至此 男单八强对阵图尘埃落定 一场场巅峰对决即将上演